美国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的优势 美国正在丧失,可能落后于中俄两国。8月3日,中国新一代星空、二高超音速飞行器试射成功了。这次试射成功有着重大意义,代表中国新一代高超音速飞行器都逐步进入了实质性阶段,这些都属于战役级的高超音速飞行器。 它们应用的范围,要比中国已经多次试射的战略级高超音速飞行器要大许多。是中国今后将会大规模列装的高超音速飞行器。 星空二是中国首款承波体高超飞行器。近些年,高超音速飞行器在中国并不新鲜。中国还有出口的CM400AK-11以及国内的凌云高超音速飞行器。 但是此次的星空二飞行器与之前几款有很大不同,因为它是先进的承波体构型。这也是中国首次发射成功承波体高超音速飞行器。 星空二自主飞行了400秒时间,飞行的高度是在30公里的高度上。按照新闻中曝光的5.5、6马赫的飞行速度,起码飞行了1000多公里。 承波体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研制难度很高,研发可控,可制导的承波体高超音速飞行器更是难上加难。 此前,美国也研发了X-51飞行器,进行了承波体高超音速飞行器验证,但是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得到可用于实战的成果。 比如,星空二可以自主飞行400秒,而X-51飞行器只能自主飞行120秒,这已经是技术上的重大突破。 额专家,高超声速武器军备竞赛,七动专家弗拉基米尔·赫鲁斯塔廖夫对卫星通讯社表示,中国成功进行了星空二号高超声速飞行器试验,全球已开始高超声速武器军备竞赛。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发布消息称,该院研制的星空二火箭于3日6时41分发射升空,经过近10分钟飞行,火箭完成主动断转弯,抛罩极间分离,试飞器释放自主飞行,弹道大机动转弯等动作,按预定弹道进入落区。 据消息,耗时三年研制成功,的承波体实现高度30公里,马赫数5.56飞行窗口自主飞行400秒以上。 专家指出,中俄美目前在高超声速武器方面领先世界,三国在此领域的研发工作实际,全面而且成功。 赫鲁斯塔廖夫表示,此飞行器的成功测试,是中国的一次重大技术成功。 专家认为,诸如萨德、THAAD、爱国者、Patriot、宙斯顿、AGES等先进防空导弹系统将很难拦截这种武器。 他说,建立于高超声速飞行器基础上的攻击手段,具有许多重要特性。 首先,高速度与高机动性相结合,以及此类飞行器的弹道大大降低了现有防御手段成功拦截的可能性。 最坏情况下,防御方的拦截率会是零。 专家指出,今天可以这样说,高超声武器军备竞赛已经开始。 他说,竞赛绝对是已经开始了,随着时间的推移,会不断有新选手参加进来。 另外,赫鲁斯塔尿布认为,高超声速武器首先将被用来作为一种手段,打击受到传统亚音速和超音速导弹防御系统掩护的目标。 其次,将被用作首波打击,以解除敌方的武装。 第三,拥有核武器的国家,可以利用高超声飞行器携带核弹头。 目前,除中国外,美国和俄罗斯,也正在积极研发高超声速武器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2018年3月,在向俄联邦会议发表国情资文时,介绍了俄先锋高超声速武器系统。 该系统能够在稠密大气层以20多马赫的速度实施洲际打击。 俄国防部7月19日首次公开了最新高超声速导弹系统,先封了发射视频。 此前火稀,五角大楼拨款9.28亿美元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,为美国空军研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原型。 合同规定洛马公司需在2023年前研制出导弹原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梁起研制入宕退役原型。 本来会的队用战争赢制入。 directed签议将军容资金判统还 declared一番够脑的设计。 感谢观看